20年前佛拉里达州南海滩并不是一个适合早起者的地方 这是一个由模特、音乐家、演员组成的时尚人群统治的海滩狂欢 夜总会跳舞、享乐主义的地方 在这个懒散的世界里也有着一些有进取心、雄心勃勃的人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南海滩非官方市长本人、设计师珍妮·范思哲 1997年7月15日上午 这位魅力四射的时尚帝国的50岁意大利创始人早上6点起床 他给米兰打了个电话又做了一些工作 然后溜出他的豪宅 前往离家三个街区的news cafe 作为那里的常客 范思哲买了一杯咖啡 和员工说了早上的问候 翻阅了当天的新闻杂志 然后回到了他花了数百万美元购买和翻新的豪宅中 他走上五节大理石台阶 将钥匙插入铁门的锁中 就在那一刻 一个穿着奇袭短裤灰色背心 戴着棒球帽和背包的黑发男子 冲上了同样的大理石台阶 两身 范思哲倒地身亡 凶手转身若无其事地走开了 警方很快确认 安德鲁库纳男就是杀害范思哲的凶手 27岁的库纳男被自己的母亲描述为 高级同性恋妓女 这个库纳男是谁 他为什么要杀害范思哲 带着这些疑问 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 范思哲谋杀案 Ready Go 开开心心做视频 一本正经聊岸姐 大家好 我是夏良阿姨 我是夏良小妹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记得点击订阅加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安德鲁库纳男是一名通缉犯 在三个州的四起谋杀案中都是嫌疑人 并且在两个多月前躲藏在迈阿密 事情发生后 范思哲兄弟姐妹从米兰飞来 1997年7月22日 在范思哲被杀的一周后 他们认领了范思哲的遗体 并返回意大利 范思哲在一座 建于14世纪的米兰大教堂 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葬礼 当时有2000多人参加 其中许多人穿着范思哲设计的衣服 其中包括他最喜欢的模特们 在时尚界的拥护者们 还有他最著名的客户 戴安娜王妃 他最亲密的名人朋友 Elden John和Steam 以动人的歌曲 《耶和华是我的牧羊人》 结束了葬礼 那天撕裂海洋大道 闷热安静的枪声 在某些方面 从未完全平静过 将无情的暴力 与排他性的罕见的名人世界融合在一起 这一行为立即表明了 名人和富人是多么的毫无防备 这起犯罪所产生的文化影响 几乎与其他备受瞩目的谋杀案件相同 比如1969年的查尔斯曼森家族屠杀案 但这些可怕的行为背后都有动静 然而这对范思哲谋杀案而言 原因仍然是个谜 库南南没有告诉任何人 他杀死范思哲的原因 也没有写下任何东西 1997年7月23日 范思哲遇害后不到两周 安德鲁库南南的尸体 在迈阿密海滩附近的一艘船屋中被发现 他用夺走包括范思哲在内的 三名受害者生命的同一把手枪 朝自己的头部开了枪 库南南的自杀 结束了全国范围内的追捕行动 但他标志着长达20年的寻找答案的开始 库南南来自圣地亚哥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他的父亲是菲律宾出生的股票经纪人 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他的母亲是意大利籍美国家庭主妇 据报道他患有精神疾病 从1981年到1987年 库南南就读于拉荷亚的精英主教学校 这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地方 他的父母为支付私立学校的费用而苦苦挣扎 他们抵押了自己的房子 以便让最小的孩子上学 库南南向他的同学隐瞒了他的真实背景 并暗示说他来自有特权的 甚至是王室的家庭 他在高中时候毫不掩饰自己是个同性恋 并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做事离谱 无忧无虑的有钱的坏男孩子的形象 他就是自己给自己塑造了一个 跟他现实生活中完全不一样的形象 尽管库南南的智商高达147 但他在学校的成绩并不出色 毕业后他就读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但很快就辍学了 与有钱的年长的男性交朋友 因为他可以帮他支付房租去买衣服去俱乐部和旅游的费用 1996年底在他们分手后 库南南开始失控 他于1997年4月离开加里夫尼亚 买了一张去明尼阿波斯的单程机票 他说他计划在那里和两个朋友处理一些生意上的事情 这两个朋友分别是海湾战争的老兵杰弗里奥里特和库南南 曾经短暂约会过的成功建筑师大卫·麦德逊 但实际上最终他们成为他的第一批受害者 他在大卫·麦德逊的公寓里用羊角锤将特里奥打死 随后将他的尸体用地毯包裹好后 藏在建筑师大卫·麦德逊的阁楼中 当麦德逊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回家的时候 库南南似乎已经把他俘虏了 几天后麦德逊被发现死亡 头部有枪伤 接下来库南南带着特里奥的枪 开车去了芝加哥 1997年5月4日 72岁的房地产商 以米格林的尸体在他家中被发现 米格林被其用胶带捆住手脚 头部被胶带缠住 之后又被螺丝钉钉了20多次 喉咙被钢锯割开 死状凄惨 库南南的冷酷无情变得极端 据报道 在谋杀案发生后 库南南走进厨房给自己做了一个三明治 然后他偷了米格林的雷克萨斯上路了 米格林谋杀案爆发后 库南南被联邦调查局列为 美国联邦调查局十大通信要犯 随后警方对库南南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 五天后 库南南驾驶着米格林的车 来到新泽西州 承斯威尔的芬恩国家公墓 射杀了45岁的墓园 看管员 并偷走了他的红色皮卡 但在进行第五次 也是最后一次谋杀案之前 库南南在佛罗里达州 迈阿密海滩 隐藏了近两个月 安德鲁库南南一生中最吸引人注目的地方 是他对艺术 时尚 文学和旅行感兴趣 因为他的尸体被发现在一堆杂志旁边 包括时尚杂志 但他从未去寻找一份 自己真正能融入时尚界的工作 在这方面 他与詹尼·范思哲截然相反 范思哲出生在意大利雷交卡拉布里亚 他父亲是个电器销售员 母亲是个裁缝 他对课堂教学不感兴趣 他想去的更多的地方是母亲的作坊 因为妈妈在那里帮他们的社区新娘制作漂亮的婚纱 妈妈经常问范思哲 你为什么不出去和朋友们一起玩呢 而当时的范思哲的回答永远是 我不想出去玩 我想看看你是如何制作这些衣服的 二十多岁的时候 范思哲在米兰这个炙手可热的新时尚中心 作为一名设计师年收入高达六位数 他的第一个收藏于1987年3月28日在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 他以挑衅的招招成为米兰的新宠儿 并与乔治·阿玛尼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有话说妻子穿阿玛尼情妇穿范思哲 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设计师 还是一位出色的营销人员 他是第一个在他的广告活动中使用女演员和摇滚明星的人 他明白要在全球范围内宣传自己的名字和形象的重要性 范思哲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设计师之一 并因创造了超模现象而受到赞誉 他让林达·安万·杰里斯塔 克里斯蒂·尼可·杜林顿·宾斯 和他在双秀最爱的纳尔米·肯贝尔 成为明星最重要的是 他的美学与他的前辈们的建筑简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范思哲的设计充满活力性感又有趣 他明白穿衣的全部意义 与其说是为了掩饰自己 不如说是为了吸引别人 范思哲选择女性 不仅被视为塑造他的服装的工具 而是让他们成为他世界的一部分 范思哲的世界是每个人都想去的地方 这是否引发了安德鲁·库纳男的杀气腾腾的怒火 是珍妮、范思哲周围的名人、模特和美人圈子吗 是他的名气吗 或者这是某种病态的痴迷 1997年5月11日 也就是在新泽西杀害他的第四名受害者的两天后 库纳男抵达迈阿密 并用26.99美元的价格 在范思哲豪宅以北四英里处 多曼底广场酒店预定了一个房间 据报道 他把时间都花在吸毒 吃快餐、偷窃和去童心练月走会 在那里他可能会寻找年长的男人 在他杀死范思哲的前一天 库纳男花光了所有的钱 没有付账就离开了酒店 自那之后 联邦调查局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 因为他们没有预料到 库纳男会首先前往迈阿密 特别是南海滩 美国的同性恋快乐宫殿 执法部门的批评者说 如果带有库纳男的传单 在同性恋社区传播 他很快就会被认出来 当时的媒体也指责 耗资数百万的全国性搜索 收效甚微 因为如果FBI更熟悉 南佛罗里达州的同性恋世界 安德鲁库纳男 就永远无法在南佛罗里达州 自由生活两个月 范思哲的家族认为 范思哲并不认识库纳男 他们说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 范思哲是一个早睡早起的工作狂 并珍惜他15年来的伴侣 范思哲的家人 试图在没有他的情况下 继续前进 如今 范思哲帝国 仍由家族私人拥有 价值17亿美元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一个生病的孩子扣动了扳机 他从地球上消灭了一个 非常有才华的人 那就是说 其实到现在 这个库纳男 为什么要去杀范思哲 还是一个谜 但是我觉得他 他你从某 另一些角度来讲 他其实也是一个 热爱时尚的人 还蛮努力的人 他当然了 他爸妈也很努力 他爸妈 虽然经济供不上 但是想尽办法 让他去私立学校 为他创造一个阶级 级级阶级跨越 他自己确实也 在阶级跨越上 很努力 只能这样说 但是他努力错了地方 对 库纳男这个人 本身这个事情 其实现在还蛮多的 因为谁不想往高处走 但是往高处走 也有成功 也有不成功的 觉得努力就好了 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实行 级级跨越的 对 安于现状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 对 你像我们就很高 以上是今天的 视频内容 留言区 发表你的意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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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the legacy of both Versace and Casa Casuarina has been well carried on since the villa would become a gloomy tourist attraction but in 2000 an entrepreneur named Peter Loftin bought the fabled villa for 20 million dollars making it a members only club however Loftin filed for bankruptcy in 2013 and the mansion sold for 41.5 million dollars to VM South Beach the company turned it into a boutique hotel with most of the relics and architecture intact or restored to honor the late Gianni Versace's life and legacy Today it's the third most photographed home in America behind the White House and Elvis' Graceland and the second most you you by bwd6